我代表面試過,中國人留學生也很遭遇 一到底要求日本來日本來來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一位日文的Vtuber艾琳在頻道上發布 自己可能考慮要自S的影片 那為什麼呢? 這又跟小粉好像有關啦 裡面講到自己被中共的關二代詐騙 但我認為這個時代來說應該是關三代的啦 總之她被詐騙之後還被恐嚇還被威脅 說不准對外說明 原因是2022年艾琳因為生病 決定把Vtuber的公司這個事務所賣給了一位小趙家人 結果在這一年半的時間 這個小趙家人長期積欠事務所所有員工的薪水 壓榨他們 還常常脫口羞辱辱罵這些日本員工 你也知道把中國人那套帶過來基本上也就是這樣 那最後還是這個前老闆艾琳不願意自己的招牌被砸 也心疼那些以前的員工跟同事 所以出來支付薪水非常荒唐對吧 而這名小趙家人還有兩千多萬日元的款項 還沒付給艾琳 那艾琳也約定好說 我這個公司給你啊 那你定期可能多久之內要把這個財務報表 跟一些損益表給我嘛 對不對 他們自己達成的協議 那這個小趙家人啊 完全沒有提供之外還威脅艾琳 欸你還要額外再給我四千萬日元 真的是中國特色啊 我把公司賣給你 我還要幫你付員工汐水之外 我還要再另外給你四千萬 難怪最近中國 這幾年一直在提倡付費上班 付錢打工啊 我去哪家公司上班 上班一個月我還倒貼老闆錢 難怪中國這幾年這麼多公司破產 除了本身中國自己經濟蕭條之外 外商撤資 那更多的是中國的公司跟投資者在做空自己 用各種手段啊 炒作自己的身家估值對吧 就吹牛啦 他們最後會吹了嘛 你看事實上就是你這個公司可能就價值100萬 你可以把自己拉到1億 然後呢 再騙其他的投資者來投資 但是你拿到這些錢你並不是真的想要做產品 你並不是真的想要宏圖大業 你是想要把這些錢拿來捐款 跑走做空自己啊 然後跑去哪 跑去歐美日韓 然後再拍影片說你們這些想要粉紅自己笨 信我喔 所以為什麼中國自己沒有幫助什麼人類科技進步 或是幫助人類更方便的東西呢 欸除非是幫助黨維權用的這個鈴鐺別論 很大原因就是這樣 你看晶片大爛尾 然後這幾年投資做多少做空多少爛尾這個晶片的公司 太多了吧 你們上網查多少啊 那捐款跑入海外的也很多嘛 那當然去年華為做出這個良率很差的7奈米晶片 然後說是突破了這個全世界的封鎖 那這個是為了給中共面子嘛 我一直說了你有那個機器你的極限就是做到7奈米 那做的出來是一回事 你花多少成本做出來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做出來的良率高波浩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我今天做這個我一塊錢就做得出來了 你花一萬塊錢做出來 那我們能是同等級的嗎 所以我這邊懶得再說了 反正我靠偷別人技術搶別人技術 我靠吹牛逼我就可以偉大復興了 浩百姓的錢繼續做面子嘛 那面子做到就可以了 那目前這位VTuber愛玲 在推特上已經有1700多萬的觀看次數 大家不要以為中國的趙家人是有錢的 怎麼可能會這樣惡搞 怎麼會搞出這種欠興的事情 你小看他們的尿性 他們有錢是一回事貪是另外一回事 這種從這些小地方的錢不貪 你怎麼成為趙家人呢 我曾經接觸過一些紅三代 他們確實很有錢 後來發現他們的反共經歷很多都是趙家 雖然他們不滿聖上是事實 那你說反共嗎 或許不然 只是他們家 他父親啊 他爺爺啊 站隊站錯啦 被鬥爭被清算 所以呢 逃去海外 你父母在海外早就有大量的資產 對吧 每個趙家人在海外一定都會有資產 因為你就是怕自己有一天 站隊失敗了 對吧 你國內的家產被操了 你起碼在海外還有 你還有那些兒子女兒幫你繼承 所以啊 我們就等嘛 等這個身上是不是倒了 倒了你回來 欸 我們就洗清淵屈了 回來繼續耗錢 所以你說他們真的反共嗎 大家打上一個問號 這些人啊 政治鬥爭失敗了 怎麼搞金融詐騙 搞虛擬貨幣詐騙 所以我認為 VTuber愛玲的公司啊 應該是被這個小趙家人 買來洗錢用的 或是轉移資產用的 甚至是 買來拿身份的一個工具 所以這個小趙家人啊 不是沒有錢付 而是沒有必要付錢給這些人 你看在中國欠薪的一堆啊 他們會把這種料薪帶到海外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這條留言 去到別的國家就應該遵守人家的法律 下面的小粉紅就回 憑什麼 我是中國人耶 所以不僅如此啊 小粉紅在日本的黑色產業鏈 與造家人啊 是越來越多了 像是最近被揭露的一群小粉紅 在日本從事造假IC卡 養老卡 駕照 工會會員證 等等的 日本的有效證件 那目前已經被大量生產被揭露 甚至 他們可以拿這些卡 隨心所欲的去做任何事情 甚至去開銀行卡 那你看銀行卡 那當然就很吃這個日本的這個行員嘛 他到底會不會摸來檢查 還是看一眼 欸 看了沒事了 那這群小粉 都在日本積極的拉下線 一張卡可以賣500人民幣 那他可以反 再反500塊的30% 當作自己的利潤 對吧 所以中國人最愛騙中國人啊 像是還有這個啊 之前啊 一堆旅日的中國人啊 偷完牡蠣嘛 然後把那個牡蠣的殼亂丟 害了這個日本居民踩到腳受傷嘛 不然就是去公園偷殘來吃嘛 就是夏天會叫人家慘啊 不用懷疑 或是天天跑去這個日本景點 拍愛黨愛國的影片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 中國趙家人的後代 或是中國一些中產 甚至是富豪的孩子 在日本生活是如何 我們來帶大家看這條影片 私の父親は建築開啟社 schneller 每月にバイ、空地獄 5万円くらい 食事で大体1ヶ月25万円と 類似的 そして今回主戦で教育してくれた 2千万円くらい 全部の費用 学費、生活のお金 育にみたいな方があるんですよ 月は 1,5万円 父親は石井だった 小石田大学は忘了大学と慶応大学、千鶴橋大学、東京大学その四つの大学 両親から良い大学科に行けば負荷も負けるんだって言われて 日本語で受験するわけです すごいお洒落な感じですね すごいよ 池袋でカウンターキッチンの1K、家賃16万人 これ難しくないですか中国に比べたら 倍率が中学に比べると低いんだな 日本の名門東京大学はおよそ47万人の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受験者に対し 合格者は3085人 一方中国の名門北京大学はおよそ1291万人もの 全国統一試験の受験者に対し 合格者は3963人と超エリートしか入れません お金ないですから日本人くるししかないな アメリカに高すぎで 高すぎはい アメリカ留学よりも日本も安い 最後一句話已經透露出 他們家確實是小召家人 如果你是召家level的 你去海外拿文凭 然後要去洗学歷 然後最好是等這個盛上倒台 或是等其他自己投資的那個勢力 做大回中国繼續耗錢 但是你的身分 你的財産都是在欧美 因為有一個保障 民主自由給你的保障 對吧 他們自己也知道 最有錢的趙家人首選是美國 絕對是美國 再來才是什麼英國 歐洲 然後其次才是日本 韓國之類的 所以還是有分這個等級了 所以當他講出這個 因為當初考慮美國太貴的話 就代表他是趙家人體系的 但他有考慮這個事情 只是他們現在的趙家人等級 含照亮 還不到美國那個等級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去海外留學的中國人都是趙家人 像剛剛裡面講到的 醫生建築商建築師做工程的 你看中國現在爛尾樓市起 山龍頭破產爆雷的情況下 建商還有錢讓孩子出國 還穩定的供應他 建商還是絕對有錢 但是他爛尾樓還是跟你爛 他不爛尾樓的話就沒錢了 那當然 因為這些錢都是跟中共一起從銀行那邊撓來的 口袋那邊拿來的 中國去年開始在大量的放水進來 放水放哪裡 就是放你們這些地方 但是很好笑 你們繼續拿到那個放水來的東西 投資的東西 但是呢 民眾買到了爛尾樓 還是繼續還銀行錢 繼續還建商錢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所以你們錢哪裡來的 醫生的產業我也懶得再說 你們自己生活在中國的應該很懂 在中國如果你想當醫生賺錢 你必須是很有名之外 不然就是在民院上班之外 如果你是在一般的那種醫院 一般的診所 你必須昧著良心嘛 跟院長 醫院的黨委 一起貪污 收回扣 你才有錢賺 去年鬧得瘋瘋火火的那個事情 大家應該沒有忘記吧 那我們頻道之前也播過好幾個中國醫生 他們自己拍片說 我們累死累活 一個月才賺幾千塊 跟著一起同流合污 一起貪污的那些醫生啊 院長啊 書記啊 一年賺幾千萬啊 你當醫生啊 可能嗎 我們接著繼續看 我聽到比獄學生多了嗎 我黄金人用了是 一億 一億 賣 有請 可能 我最高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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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千元 如果我最高的地方 6千元 4千元 还有生活费 生活费你自己去挣啊 拿父母的钱不当钱的话 那我现在去考那个挣的话 你考出来 你考不出来 大学又考出来了 你事前有没有兑现啊 要毕业 你看多少小粉红 我认为父母给你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当一个伸手牌 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共的逻辑来分析的话 那这个家庭 应该就是好不容易攒到一些钱 应该是中产以下 那希望自己后代 不要跟中国再有关联 我们在日本好好发展 所以他并不是造家人 我为了过来让孩子去洗钱 那反正孩子 你只是我一个洗钱的工具啊 你要怎么读书 你要怎么玩烂 那是你的事情 反正我继续掏钱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很多中国有钱的人 应该说中产以上有能力的 都把资产跟孩子转移到海外 所以我们从数据上看起来也是如此啊 中国股市大跌对吧 那印度股市 日本股市 台湾股市 美国股市 英国股市都在涨 热钱都进来了 一堆留学生也在海外 当父母的转移资产工具 我刚刚提到的那像入籍新加坡 或是移民新加坡的中国富豪 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接着再来看 有决心 但没有钱 想逃离中国的人呢 那些家庭呢 那就走线到美国吧 十几年前走线到美国的大多数是什么 印度、墨西哥啊 南美洲等国家的人 那现如今的中国人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美国上个月说要遣返 三万多个走线来的中国人 结果被中共政府给拒绝了 真的是蛮搞笑的 那我就不经意疑惑了 这些走线的人真的都是因为反共 或是生活不下去的人吗 当然我相信多数 可能80%、90%的人是如此 但是不是其中有混入一些 中共指派间谍行动的特务呢 去年有走线的中国人就爆料 他们在走线的队伍中 发现公安跟武警身份的人 混进来一起走线 那问题就来了 这些人去美国干嘛 你看其实非常多中国人 他们即便反习或是反共 那他们还是带着大一统思想 甚至会想要把海外国家 又变成自己熟悉的那种 中共国的模样 那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反共的中国人 都是如此啊 我只说我观察到有一部分的群体 有这样的表现 我们带大家继续来看这个 中国人走线的影片 大饥荒的时候 中国人在逃 逃出这个村 还会被抓回来 不被抓回来的话 下个村也不让你进 那你就二十在路边吧 因为很多村都没东西吃了 我怎么可能还收你呢 对吧 文革逃 三反五反逃 反右逃 二十几场的政治运动都在逃 大家都在逃 逃了七十几年 还在逃 逃不了的就加入 连中国国民党都在逃 逃来哪 逃来台湾 那你们什么时候要站出来帮自己 而不是失望其他国家 来帮你自己帮自己才是王道啊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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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